为了关心儿童施打疫苗的情况 先议员陈宇军仅日一早到爱兰国校观看儿童施打疫苗的流程 陈医员表示 这次爱兰国校BNT疫苗的施打率达到6成 整个施打流程可以说是非常有秩序 也鼓励还未施打的小朋友能够来施打 保护自身的健康安全 那以全校国小跟幼儿园400多位学生来说呢 目前那施打疫苗的人大概在6成左右 那这样子的一个施打率呢 会让我们觉得比较安心一点 但是呢慢慢的可能还是要鼓励其他的孩子们 慢慢的也能够来施打 那整个这个流程呢非常的有秩序 那所以学校的很多老师们呢 也很尽心尽力 那今天早上施打的状况 只有一位孩子有身体不适的情形 那休息之后也没有什么大碍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 看到这样的一个施打的情形呢 也觉得非常的安心 爱兰国小校长邱国锋表示 目前学校已经施打过疫苗的孩子 大约有300位 施打率已达6成多 后续也会鼓励为施打的学生能够来施打 让孩子们有保护力 早日正常的回到校园学习 我们总共有300位小朋友已经施打完疫苗 那占总数的6成多 那后续我们还会鼓励家长 持续的来让小朋友尽快施打疫苗 因为疫情越来越 还是持续越来越严重 我们希望学生赶快施打完疫苗 有保护力 爱兰国小的小朋友 大概每天都有七八十位小朋友 因为可能家长忙 没办法照顾 还是带到学校这边来 我们学校也都在老师 及全体同仁的努力之下 尽力的来做好教学 副委长潘一全肯定县府卫生局 为施打儿童疫苗 规划完善的施打计划 同时也鼓励为施打的孩童 可以踊跃的来施打 以提升保护力保障自身的健康安全 记者陈维一普里珍采访报道